大家好,我是來自 Google Play 內容運營團隊的 Sandy 歡迎大家收看本視頻 了解有關 Google Play 管理中心表單的使用知識和相關實踐 在本次視頻中,我將為大家帶來數據安全表單的常見問題與解決方法 並介紹數據安全表單的關鍵定義與要求、 採明數據類型,以通俗立動的方式解答您在提交表單時可能遇到的問題 分享相關資源,從而幫助您正確填寫聲明表單並提交審核 首先,什麼是數據安全部分? 通過 Google Play 中的數據安全部分 您可以輕鬆幫助用戶了解您的應用會收集或分享哪些用戶數據 並展示應用的主要隱私保護和安全措施 這些信息可以幫助用戶在決定安裝哪些應用時做出更明智的選擇 所有在 Google Play 上發布了應用的開發者都必須填寫數據安全表單 包含發布到內部測試、封閉式測試、開放式測試或正式版測試的應用 即使您的應用不收集任何用戶數據也需要填寫此表單 並提供隱私權政策的鏈接 這裡是數據安全表單的詳細計畫時間表供您參考 請注意,數據安全部分是 Google Play 應用詳情頁面的一部分 用戶在下載您的應用時會看到數據安全的相關內容 根據 Google Play 用戶數據政策的規定 如果開發者需要收集個人和敏感用戶數據 還必須在應用內呈現披露聲明並徵求用戶統一 在提交表單之前,請牢記一下要點 第一,請檢查應用聲明的權限和使用的 API 審查應用收集和分享用戶數據的方式 第二,對於應用中使用的任何第三方代碼 包含第三方庫或 SDK 等 請檢查收集和分享此類數據的方式 第三,確保您已添加隱私權政策 第四,在 Google Play 商品詳情中 Google Play 將針對每個軟件包名稱 提供唯一的數據安全部分 與數據用途、應用版本、區域和用戶年齡無關 因此您的數據安全部分因為全局說明 並表明該應用所有版本的數據收集與分享的總體情況 您可以使用關於此應用部分 與用戶分享針對特定版本的信息 接下來您應該在哪裡找到這個表單 請打開 Play 管理中心 下拉至底部 在正側下,點擊應用內容 在應用內容部分,找到數據安全 然後點擊開始 您將看到數據安全表單的第一部分 在開始填寫表單之前,請先閱讀概覽這部分 這裡將介紹您將回答哪些問題 以及您需要提供哪些信息 您還可以找到相關幫助中心鏈接 請點擊前往了解表單所使用的部分數語和披露範圍 當您讀完這一部分並準備開始填寫表單後,請點擊下一步 在我們開始講解聲明表單的問題前,請在屏幕右上方找到導出為CSV文件和導入為CSV文件這兩個選項 您可以參考一下幾個具體用力來了解這一個功能 首先,如果想要離線填寫表單,您可以下載CSV格式的表單模板 然後再導入填寫好的CSV文件 另外,如果您有多個應用,而且它們的數據架構類似 那您可以通過這個功能,將其中一個表單導出為CSV文件 然後對細節少加改動 即可將其轉換並導入為可以為其餘各應用所使用的CSV文件 讓我展示一下具體操作 根據表單的要求,請在ResponseValue這一列輸入True或者False 如果您的回答是是,則輸入True,False,則輸入False 如需獲取更多內容,您可以前往幫助中心 查看導入或導出您填寫的表單的部分 現在您看到的是數據安全表單的第二部分 主要內容是數據收集與數據安全 第一個問題是,請問您的應用是否會收集或分享任何必需披露的用戶數據類型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要先搞清楚三個數語 數據類型、收集和分享 如果您想知道哪些類型的數據在披露範圍內 請點擊查看必需披露的數據類型 然後您會跳轉到數據安全部分的幫助頁面 您可以在那個頁面查看有哪些數據類型在披露範圍內 如果您向上滑動,您可以找到數據收集和數據分享的定義 收集是將數據從您的應用傳輸到用戶設備以外 在這裡您可以了解哪些情形屬於披露範圍 哪些情形無需披露為數據收集 接下來是數據分享 分享是指將從您的應用收集到的用戶數據傳輸給第三方 如果您不清楚第一方和第三方具體指的是什麼 您可以下拉頁面在這裡找到他們的定義 讓我們回到數據分享部分 您可以在文檔中詳細了解哪些情形屬於分享 哪些類型的數據傳輸無需披露為分享 如果您收集或分享了其中任何一種數據類型 請在表單中選擇是 如果您選擇否,並點擊下一步 填寫的表單和隱私權政策 將指明應用不收集或分享任何用戶數據 回到數據收集和安全部分 下一個問題是 您的應用收集的所有用戶數據 在傳輸過程中是否會加密 如果您不清楚在傳輸過程中加密是什麼意思 請點擊進一步了解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進入對應的幫助中心頁面 請仔細閱讀其他應用換數據披露部分中的定義 有很多開發者熟知的行業加密標準 可以幫助您實現安全數據傳輸 比如說TLS協議和HTTPS協議 讓我們回到剛才的問題 如果您的應用收集的所有用戶數據 在傳輸過程中均會加密 請在這裡選擇是 如果僅有部分數據或沒有數據 在傳輸過程中加密 請選擇否 下一個問題 您是否為用戶提供了請求刪除其數據的方法 我們希望通過這個問題 看到開發者提供數據刪除的請求機制 在這裡我可以分享一個示例 例如您提供了一個鏈接或電子郵件地址 讓用戶可以用它來請求刪除數據 您對數據刪除請求的支持 可以直接披露給用戶 而您將如何響應各類刪除請求 則不屬於數據安全部分需要聲明的範疇 現在我們回到剛才的問題 如果您提供了接受用戶提出的數據刪除請求的任何機制 請選擇是 否則請選擇否 完成這個部分的所有問題後 您可以點擊下一步 現在我們來到了數據安全表單的第三部分 數據類型 在這您需要披露應用收集或分享的所有用戶數據類型 但是該如何找到自己的應用收集或分享了哪些數據類型呢 可以前往Android開發者中文網站 這裡有許多實用的資訊可以為您提供幫助 請閱讀 技術指南 檢查您的應用收集和分享用戶數據的方式 在文檔中 列舉了代碼中有哪些地方可能涉及到數據收集 對應的數據類型又有哪些 尤其是它還提供了應用在收集或分享某一特定類型的用戶數據時 所涉及的全線聲明和API調用 讓我們回到表單 除了以上提到的說明外 您還需要了解以下幾點 閱讀幫助中心的指南和豁免 在某些情況下 可能存在無需披露為數據收集的豁免 例如端到端加密數據 或者無需披露為分享的例外情況 例如作為服務商 對於披露範圍內的數據 即使單次或部分權限也必須進行聲明 例如上傳文件時對上冊的一次性訪問 或者監控設備內所有的圖片 即使數據收集符合臨時處理的要求 您依舊需要對其進行披露 不過用戶不會在應用的商品詳情頁面看到該披露內容 您還需要聲明用戶為帳戶管理添加的數據 在這個部分請勾選應用收集或分享的所有數據類型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了解某一特定的數據類型 請移動鼠標至問號圖標 請注意 如果您在收集某組數據類型同時 有意收集另一種數據類型 則應同時披露兩者 如果您要收集用戶的照片 必利用其確定用戶的特徵 例如民族或種族 那麼還應披露民族和種族的收集 另外一個例子是 如果您通過IP地址確定設備的地理位置 那麼您也需要聲明位置信息這一數據類型 請注意 您的應用可能包含可訪問用戶數據的第三方 SDK 和庫 如果您的應用中存在第三方 SDK 或者庫 收集或分享用戶數據 您必須在應用的數據安全表單中 說明他們收集或分享數據的行為 為了幫助開發者 許多 SDK 供應商 已對外發布了他們數據收集與分享的做法 您可以前往 SDK Index 網站 搜索並訪問 SDK 供應商所提供的數據安全指南 如果您在應用中集成了 SDK 請聯繫 SDK 開發者或通過此類公開信息 了解 SDK 是如何處理中端用戶數據的 這能幫助您更好的回答 Google Play 數據安全表單中 關於應用的中端用戶數據收集 分享和安全做法的問題 另外請確保與運用的隱私權政策保持一致 例如您的隱私權政策中 披露了未知信息的使用 請確保您在數據安全表單中 也做了相應的聲明 正確選擇了所有應用收集或分享的 用戶數據類型後 請點擊下一步 現在我們來到了數據安全表單的第四部分 數據使用和處理 在這裡您需要針對應用收集或分享的 每一種用戶數據類型 回答有關數據使用和處理的方式的問題 我們以這個數據類型為例 然後點擊開始 現在您需要回答針對該類型的一系列問題 首先請回答您的應用是否收集或和分享了該數據類型 選擇所有適用的選項 您現在正在單獨披露某一個數據類型的收集或分享行為 下一個問題 該數據是否需要進行臨時處理 根據這裡顯示的定義 請選擇合適的選項 請注意 臨時處理僅適用於數據收集 不適用於分享 下一個問題 這些數據對您的應用來說是必須的 還是用戶可以選擇是否收集這些數據 如果您應用的主要功能需要這種類型的數據 您應該聲明該數據類型為必須 如果用戶可以拒絕收集該數據類型 請選擇這個選項 請注意 數據安全表單目前只為數據收集提供了可選俗鏡 暫無為數據分享提供相關支持 接下來的兩個問題包括 為什麼您需要收集該用戶數據 以及為什麼您需要分享該用戶數據 這裡我們需要披露數據收集和分享的目的 例如 在這裡您可以告訴用戶收集或分享數據的意圖和用途 如果用戶知道他們的數據將會被負責任的處理 他們會更信任這個應用 回答所有問題之後點擊保存 當您回答完所有數據類型的使用處理的問題後 請點擊下一步以轉到下一個部分 現在我們來到了數據安全表單的最後一個部分 預覽 基於您在表單中提寫的答案 您將看到一個商品詳情預覽 其中包含了數據安全部分 在商品詳情頁面中的顯示效果 如果您準備好提交完成的表單 請檢查該信息 確認無誤並點擊保存 您可以選擇上傳或更新您的安全表單 完全不受其他應用更新的影響 如果您想返回並更改某些內容 可以選擇返回 修改您的答案 如果您不確定會回答某些問題 請選擇保存為抄稿 稍後再返回表單繼續填寫 如果您選擇捨棄更改 則需要重新填寫表單 您填寫並提交數據表單之後 Google將在應用審核流程中 審核您提供的信息 請注意 開發者必須在商品詳情頁面 顯示應用的隱私權政策 以便用戶了解應用的數據安全信息 在2022年7月20日政策合規期限之前 如果您的數據安全表單中存在任何問題 您需要在Play管理中心內 將數據安全表單的狀態還原為草稿 才能繼續發布應用更新 您有責任在Google Play的應用商品詳情中 做出完整全準確的說明 Google Play會審核應用 是否符合所有的政策要求 但是我們無法代替開發者 決定您將如何處理用戶數據 因為只有開發者 擁有填寫數據安全表單所需的全部訊息 當Google發現您的應用行為 與您的聲明之間存在差異時 可能會採取適當的措施 包含違規處置措施 請確保您填寫的數據安全表單 始終保持準確且完整 當應用在數據方面的做法發生變化時 您應即時更新數據安全表單中的對應部分 希望這個視頻可以解決您的一些疑問 並幫助您提交表單 我們還準備了更多豐富的資源來等您前來探索 例如政策中心、幫助中心的文檔、常見問題 Google Play Academy 測成、開發者指南等 將為您提交完整且正確的聲明提供全方位支持 您也可以關注Android開發者微信帳號 即時了解更多政策的更新 最後,感謝大家以物以來的支持 與Google Play一起 攜手打造安全可信賴的平台 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